先打冤毒药,再战小帝国 可是没想到帝国诸恶魔 此事不简单,绝对不一般 是恶魔攻占了帝国,还是帝国受养了恶魔 正所谓皮裤跳棉裤它必定有缘故 社会很难存,复杂的是人啊 同样我也奉传在座的各位社会上的事 你们少打听吧 拿下了这个小帝国啊,咱该说不说兄弟们 你们看看这个宝箱,我说真相你们没意见吧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声明一下 虽然我这个古代战战2的素材录的比较久 但是最近呢,经广大粉丝朋友们的反应 好家伙啊,天天在视频底下给我刷评论 不能再用巫术学了,太耍赖了 好吧,那这样的话,后期咱们就把巫术学去点 我们就看一看能不能搞一个高级附魔 或者是更多的附魔 这样的话,我觉得也还算公平 所以说兄弟们,你们就别再给我刷 去掉巫术学了好吧 那么这个帝国部落里的箱子呢,我也就不多说了 既然都决定去掉巫术学了 这里的宝箱大部分的东西也都是关于巫术学的 其实主要是看一下有什么法术书嘛 所以啊,咱们就长话短说吧 战胜了恶魔以后别忘了这么小僵尸啊 为了不跟他们发生肢体接触 主要是我怕他们讹我 满口堵块泥土,轻松就解决了 那么除去了巫术学的一些东西 这些香味都有啥呢 那咱就说句实话 之前呢还真没多少东西 就仅仅是白嫖了一点地狱油和一点恋爱棒 嗯,看到恋爱棒的一瞬间 我感觉梦影龙 我们好笑应该可以打打了 不过呢,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此之道的一个帝国小城堡 我们可不可以让他来作为我的一个小句点呢 首先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正所谓高瞻远瞩,站得高看得远 这个地理位置简直就是绝绝子 四个字总结一千大就是一手难攻 就凭这一点,我就觉得可以小小的发展一下 来,发展之前先说一件事 现在我右侧给大家展示的是 一位粉丝强烈建议我加的一个模组叫重铸 还明显啊,加上以后不仅武器增多了 同样呢,你们看木刺刀火枪 什么火冲散弹,钻石回旋镖 等等一系列的武器吧 行不行呢,先别着急 我们来做出集中武器,随便演示一下 那么演示之前呢,哥们先干一件大事 忽然发现我家牛的数量不增加了 我这一看好家伙呀,原来是没有小麦了 由于我现在还没有发展农民 所以这个小麦呢,就非常的紧缺 小麦紧缺怎么办 这件事说好办,还真好办 旁边就是大帝国,苦豆小麦胡萝卜 理论上来讲的话,借那么一点点也应该是理所当然 所以嘛,我就来了 你看吧,随随便便一搞,啥都有了 搞到小麦回到家 我们先看这把武器,它的名字叫铁战锤 合成配方十分简单,三块铁钉就可以搞定 可是拿在手中,我怎么感觉没有战锤的那个威武霸气帅带库呢 名字虽然叫战锤,可是拿在手中跟个小狼套似的 这个玩意你要给士兵用的话,这能行吗兄弟们 貌似不如钻石长矶吧 也应该不算是一个增程式武器吧 所谓的增程式武器就是攻击距离稍微大一点的意思 那么来吧,行不行呢,也不是我拿着能看出来的 翻车王国的第一名战斗士兵,我们先给他搞出来 这次搞出来我们不是为了打仗 首先就是看一下铁战锤拿在士兵手中行不行 第二个呢就是,把刚刚拿下的那个帝国小城堡 我们给他派了巡逻哨 来,四名战斗士兵已经准备好 那么这四名士兵呢,我觉得就没必要给他制作什么钻石装备了 毕竟呢,他们只是看家户院 又不是重逢陷阵 穿上钻石附模装备多少又得浪费 好了,铁锤拿在手 说他行吧,还差点意思 你说他不行吧,他好像还挺行 两名手拿铁战锤的士兵,两名弓箭兵吧 去守护刚才那个帝国小城堡,应该没问题 做了一身铁装备,再给他们穿上 两名弓箭兵也给他安排上 来吧,现在我们就把他带到帝国的小据点 要想象士兵正常巡逻 我们必须给他来个作战指令 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四条作战指令给他拿上 说话兼我带领四名士兵 已经到达新的工作岗位 先把市政厅给他们放下 没有食物怎么干活呀 行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分配 两名弓箭手肯定是要守门口 最好是让他们也有一个行走路线 当然了,他们这个范围不需要太广 三点一线,做好巡逻就OK了 第三个巡逻点就标记在这里 好了,弓箭兵的线路我已经搞出来了 放上作战指令,解除跟随,我们看一下 目前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 那么剩下这两名棒锤兵 就让他俩巡逻这两条走廊吧 一边一个,来回穿梭 这稀里糊涂搞完以后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 现在呢,我必须要给他围一圈栅栏 围栅栏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呢,在这个古代战争中 哪怕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作战指令 就这几个NPC我告诉你 完了,我大线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兄弟们看 你这个哈哈你干嘛去呀 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纳闷的呀兄弟们 这作战指令,作战指令 他设定他的作用是什么呀 为什么我设定了作战指令 规划了作战区域 这包家伙到了晚上感应的怪以后 还是会出来攻击 对于他这个设定 我真的是相当无语 是我设定的不对吗 是不是缺一条指令啊 还是说这个模组的设定就是这样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士兵根本就固定不住啊 咱就说不放这个栅栏能行吗 就这样 在这个地方我折腾了一天一夜 总算是整的差不多了 咱就不管这士兵怎么跑 最起码他跑不出去了 士兵整好以后呢 我们来研究一下枪支弹药 这个模组一加的话 如果这个枪厉害的话 那跟我这个法杖有啥区别 首先我先制作一个火枪枪管 再制作一个火枪的枪托 然后呢枪管加上枪托 有多大的威力咱们经过测试才能知道 再来一把小匕首 匕首和步枪搞到一块 就可以合成一把铁刺刀火枪 不得不说这个合成配方非常的合理 来拿在手中看一下 怎么说呢 尽险王霸之气吧 放下断牌以后我本来想举起来 没想到举不起来 好嘛看来这把枪还挺沉啊 能远攻能近战 好像还没装子弹 没有子弹怎么办 合成表里看一看 火枪弹丸 合成配方很简单 应该就是它了 现在注意了我要上弹了 诶弹已经上上了 给你们演示一下 嗯怎么说呢 不打个生物的话好像不太行吧 诶刚好前方出现了一只中着彩票的牛 上大 看看我能否一枪解决它 这个 这个跟我认识的枪支有点差距啊 你连一头牛你都打不死 你还说自己是铁刺刀火枪 不 算了 既然打牛不好使我们就打点刺激的 要不说就是这么巧 在山点呢我遇到了一名巨人 你看人家这个体格子 右手还拿个大锤子 滴滴着圆圆的脑瓜子 怎么看怎么像个大傻子 你倒是过来打我呀你倒是 啥意思 撞车撞调戏我呢 也就是我这把火枪不给力 但凡是哪怕给力一点点 我都不可能让你这么嚣张 行了兄弟们 做了一个演示啊 这个火枪行不行啊 你们自己说吧 我觉得这个重组模组呢 还真不如加个四八打傻的 不过呢 降回你们也不要说了啊 降回模组体系太大 我觉得跟古代战争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现在再说一下这个山顶巨人啊 你还别说这个架构还真挺难对付 我用法浪打他 他只掉一滴血你敢信 没办法要兄弟们 只能是为所发育了 挖个坑白的图 数个一二三四五 砍三下躲一下 磨死巨人为止吧 真肉啊 解决了山顶巨人 我就在旁边一探索 哦原来这里都是有宝贝的 我就说嘛 为什么会莫名其莫 刷天出一只山顶巨人呢 还算有点良心啊 给我整个金苹果 然而我刚拿完宝山不止 哎你说瞧不瞧 又一个巨人出现了 这次看到真惊起点山丘巨人兄弟们 血量一百克星 怎么打 用法杖 好像效果不太明显呀 这名山丘巨人好像有点免伤了 法杖连续命中两下 人家毫无反应啊 最后您才怎么着 要么说呀 AI就是AI啊兄弟们 又何必在那转圈圈呢 那你就转吧 哎 坏了 没蓝了 没蓝了没有事 他的血量是个位数 我来跟他正概交战一下 真是太事了 就这 行了啊 连续拿下两名山丘巨人 目前我的经验等级37级 兄弟们 我觉得咱们该正儿八经的 整出一名士兵了 作为翻车王国冲锋陷阵的士兵 我们必须要好好对待 首先 覆魔的钻石帽子有了 再搞个鞋子 裤子加胸甲 一点问题都没有 深海探索的鞋子 不管了 整伤 耐究永远不出奇迹 但是呢 我还是给胸甲整个耐久吧 雷电保护三 加一个耐久三 最后一条大裤衩子 火焰保护三 就他嘛 这个神覆魔 说实话 跟没有覆魔一样 没办法呀 脸黑我有什么办法 好了兄弟们 兑现我的承诺啊 我军的第一个战斗士兵 以及以后的战斗士兵 必须都要身穿 覆魔算质装备 行了 这么一整的话 经验又没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